说得好 我也觉得你找得更傻鼻子的 你认识豆顿吗 你告诉他 不要吓我不怕 你不要吓我 我不怕 好了 你们如果说是第一次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啊 视频右下角直播室通知 能不能帮我打个小勾勾呢 手机用户门视频右下角有一个关注 可以帮我用你的这个小手点一下啊 然后这样以后每次我直播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我的弹窗啦 谢谢你们 我发现我最近这个卧彩 你们知道吗 我一直都以为这个眼睛这个地方 这里这个地方 你们知道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 就是会有点种种的那样子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这是眼袋 后来后来我就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看那个化妆品的广告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就是还有人整容 专门就把这里整种了 这个叫卧蚕 你们知道吗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是眼袋很深 后来我才知道 哦我就是天然卧蚕 但是我每次都想都想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块嘛 我都很想把它画美 我不喜欢看这个东西 有卧蚕 不是有蚕 这个叫 这个叫 这个叫卧蚕 眼袋其实是这一圈啦 是到这地方这一圈 我这个还好啦 我这个是因为 你们知道这个卧蚕 你想要天生有一个卧蚕 有多么的容易 就是每天睡觉前喝杯水 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水肿 真的都水肿 全都肿成这个样子 他们说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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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的小夹子呢 对 我性感的小蝴蝶呢 完了完了 我性感的小蝴蝶 我找不到了 在这里 我性感的小蝴蝶呢 不带了啦 我觉得 我觉得戴上的很可爱 但其实今天走的是 比较性感的那种风格 对吧 有没有都无所谓 反正头发也不乱 不过也是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眼袋吧 他们说你晚上为什么不直播 啊 不要跟我说了 好难过 这两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打麻将 然后结果都 输钱 输得我晚上回来 觉都睡不着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但也不打了 以后晚上我都早早睡觉了 然后早上起来